观看我的教程 在这个视频中我会用七分钟时间教您最简单的魔方还原方法 只需简单七步即可还原魔方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魔方 魔方还有带两张贴纸的边块 三张贴纸的角块和美面的中心块 您可以看到当我转动魔方的时候 中心块永远不会变 所以当魔方还原后 中心块贴纸的颜色就是美面的颜色 魔方有六个面 我们分别用英文字母缩写去标记它们 F前,B后,L左,R右,右上,D下 R是指顺时针旋转右面 用一个角分符号标记逆时针旋转 转两圈用数字2标记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还原魔方的准备工作了 第一步我们先还原白色边块 它们的颜色必须与侧边中心块相匹配 右边的这个例子是不正确的 找到底层的一个白色边块 并把它转到正确位置的下方 白色贴纸可以向下或向前 当它向下的时候只需把前层旋转两圈 当它向前的时候依据下述口诀进行操作 前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前层顺时针旋转两圈 当底层没有白色边块 我们可以把白色边块转到那个位置 当块在中层那就拿着魔方 边块在标记位置 然后进行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以及右层顺时针旋转的操作 您现在已经知道 当它在底层的时候应该如何还原魔方了 当它在顶层的时候 把那面旋转两次 把它带到底层 查看每个白色边块 当它们都在正确位置时 我们就可以去还原白色脚块了 我们要使用一种技巧来还原脚块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下层顺时针旋转 这个口诀交换了两个突出显示的块 每一步会改变它们的方向 移动一个白色脚块到您想要插入的地方下面 并重复操作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下层顺时针旋转 直到白色贴纸在顶层朝上 使用同样的操作 把一个脚块放到正确位置 摆正模方再重复操作一次 现在您可以将它很容易的从底层插入 依据口诀重复操作 当白色那面完成后 把模方颠倒过来 我们将使用两个口诀来还原第二层 一个口诀把突出显示的块 从顶层移到左层 另一个再把它转到右层 转左层口诀 上层逆时针旋转 左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左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前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前层逆时针旋转 转右层口诀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前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前层顺时针旋转 当边块在中间层 且不在正确位置时 使用同样的口诀进行操作 我现在用右层口诀 取出边块 然后把它放到顶层 当所有中层的边块都还原了 白色那边应该还是完整的 下一步我们在模方的上层 做一个黄色时针 检查黄色边块 您将能看到一个点 一个L型 一条线和一个十字 我们可以用一个口诀 来转到十字位置 前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前层逆时针旋转 当您在转模方前 确保L型朝向正确 当上层黄色贴纸 都指向后层和左层 您可以按照以下顺序操作 线形是水平的 所以我们再操作一次 达到十字位置 现在我们必须让 黄色边块的颜色 配合侧边贴纸的颜色 转动上层 并努力找到匹配的颜色 如果有两个匹配的边 就拿着模方 此时前层和左层的块 是错误的 使用口诀 交换两个突出显示 边块的位置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两圈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有时候您会带 模方相反的两面 找到匹配的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再使用一次 相同的口诀 使用口诀 找到两个匹配边块 对准模方再按照顺序操作 完成剩下的黄色脚块 就能还原模方了 首先 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 下一步我们会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旋转模方并试图找到这块准确的位置 拿着模方 这块只是在前右上的位置 按到以下口诀操作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左层顺时针旋转 上层顺时针旋转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上层逆时针旋转 左层顺时针旋转 如果块到达正确位置 重复同样的操作 当您发现脚块都不在正确位置 再次重复操作 检查颜色 您必须记住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下层顺时针旋转 这个口诀 现在最终步骤 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 把黄色脚块放到正确的位置 现在听仔细了 拿着模方 一个摆放错误的黄色脚块 在前右上位置 重复 右层逆时针旋转 下层逆时针旋转 右层顺时针旋转 下层顺时针旋转的操作 直到黄色贴纸朝上 旋转顶层 把另一个偏离的黄色脚块 带到前右上位置 重复操作直到黄色贴纸朝上 转动顶层 完成模方 这里是另一个所有脚块 都摆放错误的例子 做如下操作 把另一块依据这个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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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模方 恭喜您成功还原了模方 访问我们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我们使用的口诀 以及更多的案例 试试在线模方计算器 仅用20部就能还原模方 浏览模方维基网站 阅读有趣的解模方文章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玩得开心